魏力皇和李宗仁同样都是国民党一派的领导人物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 一个成为了副国级干部 一个却连一官半职都没有 这是为何呢 感兴趣的朋友欢迎给我一圈三连 魏力皇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非常善于领兵打仗 有长盛将军之称 并且十分热爱祖国 具有民族大义 抗人战争时期是最先和共产党合作 抗击日军的将领 辽审战亦时因施锦州被蒋介石革职查办 后来李宗仁成为代总统后才得以释放 辗转去了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 就立刻给毛主席周总理等人去了消息 表示想要回到大陆为国效力 1955年这一愿望终于实现 并且魏力皇最后还担任了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 一生都在为国家发展而奋斗 而李宗仁与魏力皇显然是不同的 就身份而言 李宗仁曾是国民党一派的代总统 影响力自然不小 并且当初极力主张和谈 但是纵观李宗仁所做的一切 也无非是想让自己谋取利益 当初成为代总统之后 也并没有第一时间促成国共和解 蒋介石重新夺权之后 也是去往了美国 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到大陆 由此可见魏力皇和李宗仁在为国为民这件事上 显然是不同的 所以魏力皇可以在党中央任职 而李宗仁只能和国家领导人合茶聊天 装名爱国 这样的人才才是国家需要的 而那些始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国家的利益之前的人 就算有再大的功勋 也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而已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见